大家好,我是吴仔 這一節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人 游歷了 終於都游歷了亞洲 比較多香港人會去的地方 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香港、中國 都叫住過一下 跟大家說說哪裏最難適應 哪裏最好、哪裏不好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大家住在香港這麼多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其實你說香港生活困不困難呢? 香港真的很難說生活 我覺得香港是生存的 香港是生存的 樓價很貴 基本上你要找一個地方 放一個人進去已經是嚴重的 土地問題 現在的樓價便宜 便宜了 但你敢買 要找Ivan Sir問一問 Ivan Sir說 現在會不會是03年 沙士那時差不多呢? 現在買了會不會升呢? 我也在跟他討論 這個問題 香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其實香港有好 說一下別人的不好 然後對比香港有什麼好 大家最喜歡日本 那我先說日本 日本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我告訴你 日本和韓國都有一件事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時差 只有一小時 你不是生活 你不知道 日本快香港一小時 泰國慢香港一小時 泰國和日本相差兩個小時 譬如我在泰國 現在是4點兩個小時 現在日本已經是6點了 但是日本的店鋪 又很早生 8點鐘便收光 基本上沒有什麼夜街行 晚上只有居酒屋 去滾 夜生活 但是日本要逛街買東西 晚上真的沒有理會 如果你是夜鬼 你平時習慣了9點 就在旺角逛街 你在日本是不適應的 除了在東京 東京很多東西開24 就是東京會比較 多一點時間去逛街 但是東京 樓價也是香港那麼貴 所以日本在這方面 我覺得難一點 但是我又覺得有一點 我們現在年輕 年輕就不覺得 但是這麼巧合 上個月也進過一次醫院 叫做斷了手指 醫療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在內地 又回到一年多 都回到香港定居 在這麼多地方來說 香港醫療應該是最好的 有些人說 不是啊,排隊排很多小時 當然是說有錢的 沒有錢就哪裏都不開心 如果你有選擇 你可以去其他地方 你在香港如果你有錢 我經常都說 Ivan Sir那次說 我老婆說 想去做Spa 去泰國 我說 你省下機票錢 什麼酒店錢 你在香港做也可以 不會比泰國的便宜 你只是計算那裏 但是香港的醫療 你能溝通到 起碼叫做 你哪裏痛哪裏痛 你能溝通到 在其他地方 你溝通不到 尤其是在韓國 韓國是很嚴重的 韓國的車子 都不知道怎麼搭 這個我慢慢再說 那我再說 泰國的醫療是不錯的 但是照了一次X光 有人跟我相關 一進去有十幾個人招呼我 那張單都超過千元 人家一定在香港 因為很多人排入急症室 排入十二個小時以上 都要去排入 時間很值錢 但是有些人就不這樣看 日本和韓國 你真的溝通不到 日本可能溝通不到 他都很耐心 因為日本人會扮魚蝦鞋 他扮東西也扮得很親民 你即使溝通不到 也會舒服 但是韓國是不會跟你扮東西的 韓國是 擺明看著你 那些人的樣子 是不妥理的 我在韓國走過 有些人 其實幾次九十年代 香港是古惑年代 他們本身是復兵役 他們原來是這樣的 他們寧願被人欺負 他們也不會一個人落單 意思就是 三個人 可能四個人一堆 有一個人被人欺負被人打 但是他寧願做被人欺負被人打的 他也不會自己一個人孤獨 他們要這樣的 這個文化很難犯賤 這是韓國 另外 馬來西亞也有溝通到 如果說醫療應該也有溝通到 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 說車方面 你在韓國是很嚴重的 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歡韓國 因為 馬寧後出生看韓劇 你現在對韓國有些想法 有些幻想 我住下來後 發覺你想叫的士 沒有 你想截的士 沒有 你想坐地鐵 你是完全要猜 我沒有阿熙在這裏 我哪裏都不去 我只是區內活動 他那些文字是完全看不明白的 要猜 我在這張形文字 這裡有一個人字 左手邊有一個人字 在猜 阿熙不在這裏 我完全不會去任何地方 韓國坐車很麻煩 他那條地鐵線 反而日本 我第一次坐完就自己認識到處去 就是日本 在泰國曼谷的BTS 也是非常方便的 只有一條線 地鐵線 在泰國叫車也很方便 也很便宜 在泰國 你叫車平均 如果你一百元已經去到非常遠了 二三十公里了 其實如果你有錢 你每天坐私家車是沒有問題的 在泰國 那些叫做Crab 好像香港Uber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有一個問題 下班時間 或者星期六日 你如果坐私家車 一定慢過地鐵 甚至行路 因為超塞車 在曼谷 馬來西亞 上次說過的的士 其實全世界都吃水心 如果你移居到馬拉 駕駛應該沒有問題 日本的士是貴的 超級貴的那種 是的 但是日本 如果你說 剛才說駕駛 到處都沒有問題 有一件事要提提大家 韓國呢 是左泰的 是有過癮的 完全反轉了 好 另外說 在食物方面 這麼多地方 香港也算不錯 是的 香港什麼都可以吃 日本 跟韓國比較悶 都是那些 但是我想說 韓國比日本更好吃 幾天 可能一個月後 我又不同說法 因為日本經常吃生物 他什麼都會生 例如吉野家的當飯屋 做鐵火飯 然後是壽司 定食也是吞拿魚 黑門市場也是生 真的全部都生 吃東西 差不多全部都生 你不吃生的 你就吃燒肉 吃拉麵 烏冬 沒有的了 然後就吃日式西餐 在日本吃東西 有些人 是日本 很愛日本 他們經常說 日本有很多食物 對不起 我環遊亞洲 日本是蒸 但種類不多 在這麼多地方 我覺得哪些食物最不好吃 其實很難說 我只能夠分享 因為有些人說 哎呀馬來西亞的人 很什麼的 很維護自己的地方 也不一定 因為我遺保 我看到遺保 說廣東話的人 對著本地的人都說髒話 可能我們溝通到 馬來西亞在那裡 吃元氣 好不好吃呢 就是告訴你 你有沒有喝過三文魚湯 炸完三文魚 然後放進煲湯 那個三文魚湯是一坨油 那樣的 連元氣一個大集團 都不合格 可以 但是有些肉骨茶 是挺好吃的 真的 挺清的 是的 但是有些東西 還沒蒸多 馬來西亞 有它的好的地方 譬如有貓山王吃 通街有那些果汁喝 日本是沒有的 是的 日本是沒有的 還有日本也菜少的 那些菜全部都生的 生菜絲 什麼生的 一種生的 他沒有炒過 你以為吃了很多 其實就是吃了很少的 即是你炒完 那一炒菜 根本上可能一匙都沒有 他那個伴碟 生菜就是 是的 所以就不太好 在吃東西方面 在日本 香港、泰國都可以 韓國有些人說 那些菜很貴 我現在看又不是很貴 我在超級市場看 皇帝菜 一萬五千萬 就很貴了 不不不 一千五百萬 一千五百萬 就很貴了 一住 這裡一千萬是六元 即是十元一宅 皇帝菜有多貴 不是很貴 是的 說說買東西方面 如果你去旅行 有些地方是不太好買的 有一個地方特別不好買的 就是馬來西亞 是的 我已經住在 布吉免登 是嗎? 武吉免登 武吉免登 就是最多人 吉隆坡最大 最繁榮的城市 最大的商場 連殷子丹 都在那裡 做首映都在那裡出現 你去一個星期 會讓他覺得 挺繁榮的 挺大 你在那裡住一個月 你會發覺 為何那個地方 賣的東西又貴 即是那些款式又不新 是的 如果你想買東西 但是有人跟我說 我講亞洲之類的 topic 有人跟我說 在雲頂的外面 又好行又好買 聽到眼睛都凸 我告訴你 在全世界 真是的 馬來西亞買東西 在這麼多個地方 首先我剛才有說過中國 我們先不要說中國 因為中國的資訊 是很不明朗的 雖然跟我們很親近 為何不明朗呢 我聽回來 親口說的 多差也有 不是親口說的 我聽回來 多好也有 你看明星這麼喜歡 貼在上面 我去不了 要知道自己多有錢 要去上海 要知道自己有多大權 要去北京 我北京上海都沒去過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 但是你說去深圳那些 即是被人湯 死牛 各樣我又聽過 這個很難說 很難說 我以前經常在中國購物 即是上東門 都是買一些老番鞋 在說二、三十年前 是吧 都喜歡在中國買東西 最喜歡就是買老番鞋 那時候上去買那些 遊戲機碟 一百元很多隻 比香港還多 買那些翻版like like air 一塊水又一對 中國的好處 這個 對我來說 我以前很喜歡回大陸 那我現在說一下 宏觀世界購物 日本好買的 日本好買在她的服務 如果你是男人去到那裡 哇 那些女兒 替你點頭 替你笑了 你覺得是有戀愛的感覺 還有那些人是 買少許東西替你包 貼了膠紙 她好像在你面前 包禮物給你 真的很窩心 日本你不會覺得自己花 你覺得花的錢是值的 日本花的錢是值的 她簡直是甜蜜 看到你衣服襯的帽子 她說和你剪了牌 然後包裝了你的帽子 韓國買東西也是很棒的 韓國的衣服 可以說是全亞洲最新最潮 一個韓星 我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因為我看韓劇 看到那些人穿衣服 是老老套套的 他們本地人穿衣服 沒有什麼顏色 是黑白灰的 原來他們的文化是不想出眾 和日本是很不同 日本就算一個阿叔穿衣服外出 是襯得花哩花哩 原來他們的和服 本身都是花哩花哩 在日本穿衣服的人 很有智慧 穿得很漂亮 真的襯衣服 簡直是藝術 在日本 韓國是很悶的 不過韓國的男人是很大隻 也很高大的 因為他們有復兵役 他們是健身大國 你到處都看到有健身室 也有很多補充品 可以買來吃 不過他們當地人是不健康的 他們寧願不睡覺 吃補充品 喝紅牛去頂住 這樣 但是你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有自己的一套 其實生活也挺好的 不過坐車那裡就很難 是的 但是那些人是很兇的 有煞氣 我這個要一個月後再告訴你 暫時對我來說 我生存得 因為我有兩個朋友 一個親人去過 都說那些人 你的態度很壞 這個我其實 我估計到是什麼 暫時 我在未被人排斥之前 我跨下海口 我告訴你一個原因 韓國人 是崇拜強者 他是喜歡的人 他們本身有那個欺凌文化 他是非常崇美 你看到那些衣服 最新最潮 全部都是HIP HOP 好迷的NBA 各樣的 他們是喜歡大隻 強人 如果你不是那麼強的人 你是會被人歧視的 兜心撞你 對你妙嘴妙蝕 不過我跟韓國人的樣子很不像 我在街上有時候看女兒 看我 都 有那樣東西 就OK 現在生活下去 我覺得韓國OK 暫時 因為兩天而已 在泰國買東西 都是很貴的 是的 但是他有一些本地的品牌 Corsofa買了某些東西 便便宜 百頭而已 很便宜 泰國其實的品牌很差 有些便宜的 走去市集 哇 那些衣服 花哩花套都死了 掉到你的衣服 全都掉色 染色 水門市場 窄到窄 我當然知道 怎會不知道 我在那裡住了這麼久 在泰國我大大話 起碼住了四個月 今年 還會多住五十天 我真的一年有半 一年裡面有半年在泰國 泰國是很棒的 不過買東西就 頂得到 頂得住 但不是質素好的 當然泰國有很多好東西 在這裡也不便多說 你喜歡去滾 去Nana區 真是開心 男人天堂 有些不良嗜好 有些酒吧區 你想要什麼有什麼 這個地方是慾望之城 不過我告訴你 我本人晚上就不出街 在泰國 有些人會覺得浪費了 嘩 你去泰國當然要去夜市 你不去夜市 我不是不去的 我半年裡面 我算過都起 去了三次 有些人去 每晚都去的 你去四夜三夜 我半年都去三次 不是 你危險 泰國夜間 怕被人捉了 是這件事 我不敢泰國去夜街 不敢去陌生的地方 但是泰國有很多東西玩 有得射箭 有得玩燒槍 有得玩燒槍 什麼都可以玩 我看過了 有得玩高卡車 當然 馬來西亞也有 但是泰國是 你只要在曼谷 想到的 人妖都可以玩 什麼都可以玩 韓國也有得打真槍 但是暫時還未感受到某些東西 遲些可以再告訴大家 另外 如果那些人喜歡健身 泰國有的 馬來西亞有的 韓國有的 有一個地方是沒有的 日本 它不是沒有 它是少 它少得怎麼樣呢 我們香港也四處有籃球場 我在日本去過福江、大阪、東京 我沒有見過籃球場 泰國也有籃球場 日本的健身室 你去酒店也沒有健身室 有的可以很貴 譬如到地 你四處附近有沒有 有的 但是我想不是那裡的 當地人比較難申請 韓國我打算加入一個月 港幣是600元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當然 12個月便宜一點 唉 隨便吧 我覺得健康有無價 健康有無價 我要找些興趣去 有些細藝 還有可以換到健康 可以換到強壯 泰國健身是很普遍的 我有一個健美的朋友 他去到泰國就很喜歡 還有說一些不合法的東西 香港在泰國差不多全部都合法 例如 你可以在藥房就這樣買到 打雷固醇 有些人聽到 很邪惡的雷固醇 嘩 對健身人來說 那些是天堂 我19歲已經在布吉買雷固醇 但是我一顆都沒有吃過 他口服的有 針的有 總之你在香港找不到東西 泰國也找得到 當然有些人說 嘩 有骨敷 看看你本身對那件事的知識 我一樣和問醫生 醫生說你懂得打 其實你人生用一兩個循環 不是什麼問題 他最怕人們濫用 通常你用得這些東西都濫用 我健身 我現在是玩健康 玩養生 在泰國 我之後這些事情 我完全沒有看過 完全沒有看過 但是泰國真的是慾望之城 韓國 暫時覺得 都比較難生活 如果有人說 我真的很喜歡韓國 你要學 你要學韓文 你不懂韓文 你真的哪裏都去不了 還有 有一件事我要跟大家說 很多朋友 我懶得去別人的地方 然後 學了一兩句 那些韓文 例如說 Kamsa Mita 我自己從來都不講這些 就算去泰國 我也是講英文 通常泰國那些 你都會 吸管吸 不講 不講 因為我要第一句 告訴別人 我不是當地人 譬如有些人說 韓國人覺得 韓國人覺得 跟你說話 說話 然後罵你 你 怎樣說 你要告訴別人 你是一個外國人 如果有些人 懶惰地跟他打招呼 我們看一些演唱會 很喜歡跟別人打招呼 明星也無所謂 普通人家說 別人以為你懂得說 然後跟你 狗不搭八 雞同鴨說 別人當然是醜 如果別人知道你不會說話 那就跟你做手勢 我進去韓國一間 我不懂的 只是說英文 然後他用手指指給我看 用身體語言 別浪費別人口水 別人不只對你一個 這是 你在外地叫做求生 好了 講了這麼多 現在我覺得 香港有沒有好處 也有的 你習慣了 有些人有惰性 你不喜歡出去看世界 香港的好處就是 醫療 你可以選擇 中西療法 你在外地找中醫 你說泰國也有 人家的藥材 在哪裡找回來的 對不對 有些時候 就算你中藥 在中國下來 你只是在中國境內 這個是真事 北京同仁堂 都被 被習主席除了一段時間 在北京 他賣那些法模藥材 但是下香港的藥材 是漂亮的 因為他要經過一個 抽樣調查 下香港的中藥是最漂亮的 但是你說去泰國 馬來西亞你吃了什麼 你怎麼知道 這個有些保證 香港的醫療是好的 買東西方面 都不差的 香港是購物天堂 這個名字是 沒有給它錯的 是的 因為香港的東西 又快又新 沒有稅 香港沒有稅 沒有稅 日本也可以退稅 韓國也可以退稅 韓國買一件東西很便宜 香港現在 沒有一個MLB 很出名的 買hip hop舞 買雙鞋 人在澳海城 買雙鞋要一千元 那雙鞋款 我剛剛在明洞 免稅店買了三百六十元 三折 哇 真是便宜到不得了 我也想買那款鞋 誰知道原來去韓國 一千元可以三百元搞定 韓國真的很好買 這個也是 另外看看 香港有什麼好東西呢 你至少會乘坐車 你去到別人的地方 就不會乘坐車 還有香港回到大陸就近了 有得過去做大爺 有人說 都不留港消費了 拿著一千幾百人去到去 又可以一夜風流 又這樣又這樣 那也不錯 那你想一夜風流 日本也有 有些人說不做外國人生意 噗 你試試拿一張美金出來 看你幾大疊 不做外國人生意 你看你有多少錢 做你老婆也還可以 日本 我現在看 泰國去滾也是相當勁抽 在拉拉區 酒吧區 人妖街 各樣 日本也不簡單 大阪非田新地 經過非田新地之前 有三百多間的女人吧 如果大家有看過 那套卡通片叫什麼 靈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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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牙之旅不是說 她去到一個地方 然後有個阿姐 要化妝和男人唱歌 很多 那些男人在那裡唱完歌之後 就去飛田新地 玩AV 這樣 日本滾的文化 又是非常之厲害 韓國暫時不懂 沒有留意過 那就不知道了 另外馬來西亞我也不懂 馬來西亞不是的 馬來西亞在酒吧區很多 很多 是的 還有一些外國人在那裡 聊一些 聊一些女人 是黑蓋來的 聊一些女人爆訪 那些外國人 看她好微好貌 是很糟糕 是的 香港也很氾濫 但是警方也被抓很多 譬如下來香港做生意 那些 但是我經常覺得你在香港 香港玩的都是偏北的姑娘多 那為什麼不直接回大陸 是不是 就是這樣說 不是這樣 衣食住行娛樂 那些 也要這樣說一下 跟大家 可能聽到 有什麼說這些 什麼都說一下 看著你老公 是 如果你說賺錢 在日本很難賺錢 坤哥這樣說 他也說要去到那邊 只能做7-11 韓國呢 你不要以為很難賺錢 韓國的免稅店 賣的那些 手信 或者是領隊 做領隊 就是去旅行的 因為很多中國人 台灣人 各地來韓國 原來你 懂中文和普通話 都很容易找到工作 在韓國 當然你一定要懂韓文 不然別人怎樣 你現在說去生活 韓國反而沒有日本 那麼難找工作 當然日本我也認識 有人在日本找工作 在做工作 泰國就更難了 如果做事 泰國好像不准做事 簡直是 他是退休移民 他簽證 VIP簽證 都不准你在泰國做事 當然在網上做事 沒有問題 不過他是保障當地人飯碗而已 馬來西亞 應該都容易做事 因為馬來西亞本身 有地方是說廣東話的 是的 但是 馬來西亞有一件 非常大的優點 非常大的 在日本、韓國和泰國都沒有 是戲院 你這些香港隨手可得的東西 你以為 什麼 當然不是 你在泰國 你想看這部電影 真是 英文字幕西片 你怎麼看 但是馬來西亞 差不多有齊香港的港產片 西片全部是繁體字幕 相當不錯 在馬來西亞看戲 戲院又大 哇 又VIP 真是很好 還有便宜一半 在香港 50元 一張票 在馬來西亞便宜香港一半 所以有些人喜歡 在馬來西亞定居 馬來西亞定居 馬來西亞定居 因為他 跟香港的感覺不會差很遠 但是香港比較繁榮 買東西比較密集 比較新 如果玩玩具 美國和日本的都會有 日本就是日本有 但是美國那些是沒有的 簡直是缺體 日本是沒有歐美玩具的 韓國的玩具都是欠奉的 而泰國是天價 泰國在香港賣100元的公仔 泰國要賣500元 所以就不要賣的 所以就不要賣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衣食住行魚 剛才都說了 吃東西方面哪好吃 哪好吃 泰國也很好吃 剛才說 如果你說我本身 我喜歡住泰國 日韓也OK 因為日本和韓國有個旅行感覺 買東西的時候很寬鬆的 泰國的時間是適合的 因為我要出片 你們也知道 香港比泰國還快 一小時 我的時間是很好用的 泰國是很寬鬆的 有空就跑去打骨 真是皇帝 在酒店裡面住複式 然後那些人是很好 幫你整理屋 三個人去整理屋 所有東西都很方便 買東西 打電話下來 送到酒店樓下 好得不得了 所以我依然是首選泰國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因為每個人的性格都不同 馬來西亞也好住 如果有些人住得對 有些人本身的性格 是不喜歡出街 住一間一千多呎的大屋 馬來西亞就能給你那些東西 我今天分享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 其他新聞 拜拜